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日行月异 警方反制宣导工作也无孔不入 凤林警分局提升大众反诈试诈 以及交通安全的观念 以马路滑宣传车的模式 深入人潮聚集的夜市 向前来逛夜市的乡亲民众 以及贪犯业者来进行宣导 称功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我们是凤林分局 今天跟大家做反诈骗宣导 和行车安全宣导 各式美食南北杂货或游戏区 挤满了来逛夜市的乡亲民众 曾穿警察制服的凤林警分局远警 也穿梭其中 不过他们可不是要来塞压期 而是各个化身城马路滑进行宣导 大家如果收到来路透明的简讯 或是来家好友 跟你说我是你的谁谁谁 要你汇款 记得不要汇给他 也不要到邮局去做汇款的动作 记得要拨打165专线 或直接拨打110告案 凤林警分局为了提升大众反诈 试诈以及交通安全的观念 特别深入人潮聚集的夜市 向摆摊业者以及前来逛夜市的乡亲民众 宣导交通安全 以及反诈试诈的paypal 避免大众受骗上当 远景边走边宣导交通安全 以及反诈试诈秘诀 从夜市头一路放送到夜市尾 也成功吸引大众的目光 由于当今诈骗集团活动猖獗 不但是谋财 更威胁人身自由以及生命安全 凤林警分局是全力打炸 更呼吁民众若遇有一次诈骗 务必及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110报案 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理 保护民众财产安全 全力遏止歹徒 有机可乘 记者综合报导